圣经的权威是否基于我们的信 我们信他 他就是权威 不信他 他就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 圣经的权威是取决于圣经本身 他是神所漠视的话 信不信他都是神的话 他都是真理 但是从果效和益处的角度 信圣经 信经 他的益处就归在我的头上 就对我有益处 不信圣经 圣经并不能因为你的不信就不存在 或者性质发生变化 顶多是我按照圣经灭亡一样 我所传给你们的道 你们不接受无所谓 但是这个摩西传的道将来会审判你们 拒绝神的话是你的权利 你以为你自由 但是将来这个话要审判你 你可以拒绝 掩耳盗铃 但是你耳朵堵上自己的耳朵 顶多是不听逃避而已 灵还在想 这个事实是不变的 所以在这里面就涉及到了权威 圣经的权威不依赖于圣经外在 是依赖于赐下圣经 启示圣经 末世圣经的那位三一上帝 我们信他 接受他 只不过是在圣灵的光照和恩典里面 我们感受到了 承认了 认出了圣经的权威而已 那对于这样的恩典 我们认出相信圣经的权威 对我们是有意义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